地產市道至今年急轉直下 新盤推售紛紛推遲 二手業主亦要減價求客 再加上移民盤 經濟不景 令香港樓市供應忽然來過大Utern 地產代理為求開單贊勇 宣傳文案自然成為另一級客門路 地產文學 民間集一句出色宣傳文案 可以另一個平平無奇的放盤得到買家垂青 在淡市之下 地產代理亦向出其謀畏旗下放盤賣廣告 有的重定價 相片吸徵 亦有俗稱地產文學的金句幫業主穀客促銷 過往不少地產代理都創作過經典樓盤金句 當中有極具創意 亦有專走偏封的爆笑金句 成為地產文學的創作傳源 有網民發現 元朗上月有業主放盤以賣樓狀庫作招來 佳招所示 上月放盤單位面積為439平方尺 丟價560萬 除了留下代理聯絡方式之以 只見佳招以四隻大字賣樓狀庫吸引眼球 估物論業主是否真的因白事賣樓 再者讓淡史下已成功引人注目 殺出血路 繼今年初 騰訊大戶急受明省平倉後 最近 網上流傳一張二手放盤照片 上中指見代理大大指字寫上 萬聯球迷書大佐 而相關樓盤是來自大圍站上蓋明省 從樓盤子所見 該放盤約785平方尺 未見具體標價 代理指以 萬作招來 新都城 好狠順 二手劈價 以視大勢所勢 要為樓盤在劈價潮之中突圍而出 需要的創意 和金據缺一不可 有將軍澳代理於門市樓盤子上展示業主劈價決心 有代理公司儲槍上貼上多個新都城 和疑心員放盤 除了一貫標示單位售價和特色 更疑似有代理副家 個人觀點力谷樓盤 當中 真係好狠順 一句完全讓買家感受到單位何其低價 屬淡市中上車清傳 然而 新都城一個364平方尺的兩房 形索價540多萬 事實上 在市況冷清下賣樓絕非逆市 因此從樓盤子所視的 喪劈 最後機會 再破身低越劈越深等字句 彷彿已反映目前市況 倘若買家繼續按兵不動 相信代理更花費更多努力 和創意才能打動光需購買力 另外 居屋放盤同樣不乏創意廣告 位於馬安山的居屋錦峰園 有街坊發現 疑似 由代理貼上街招 廣告分明為三個居屋放盤大賣廣告 第一個放盤 二 兵分大作戰 Anno House Anno Mary為題 相關單位面積為435平方尺 屬開放式 標價為365萬元 似乎代理屬意單位用來身分上車 吸引居屋首置客人 另一個放盤則以 香港愛情故事為口號 為英文則是Hong Kong God and Women's Joy 未知是否適合飼養寵物 從街招所見 該單位屬兩房間隔 實用面積為535平方尺 售價為380萬元 至於最後一個錦峰園放盤被定位為 傑青上車方程式Boorman and Rich Father 窮人和富爸爸的意思相當幽默 單位面積436平方尺 售價為390萬元